是,依照我们国民党的选举办法里面 立委选举这个部分是采取30%的 这个叫做党员投票 70%的全民调 这个是过去很多经验累积下的一个规定 因为过去假如采取全民调的话 会有他党的人帮我们国民党选将的机会 那反而让我们国民党 这没有办法推出真正优秀的人才来参与选举 那过去有很多的他县市的经验都有这个情形 那第二点就是说 因为党员平常参与党的运作 他等于是一个公司的股东一样 那他在公司选领导人或是选董事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参与投票或是参与意见的时候 这显然也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 那也会造成党员以后在真正的大选的时候 跟他党竞争的时候 党员无法团结 党员无法凝聚共事 党员无法参与意见的时候 这个选举在大选的时候 它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我个人主张 依照我们既有的规定 30%的党员投票 70%的民意调查 那全民调有70% 其实已经可以充分的表现 让所有的乡亲参与意见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制度非常好 是一个很平均很持平的政策 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选举将界了 大家来改变这个游戏规则 不能让真正宜然乡亲的意见 跟党员的意见 充分在一致的争拔中表现出来 是这个信息 每一位候选人都是要拼金钱